怎么说呢 我觉得就是2018年的时候 开始了中美的贸易战 然后呢 后来升级到了美国禁止华为 变成高科技战 然后再转到人权 新疆和香港的人权问题 就是中美的对立呢 是一步一步升级的 然后又现在发展到金融战 那么在这过程之中呢 大家想下一步会不会变成热战 热战的话呢 当然不会是全面战争 而是局部战争 局部战争的呢 可能性有的地方呢 大概有就是中国周围有五大火药库 五大火药库一个是朝鲜半岛 一个是中日之间的东海 这是日美这个军事同盟的吧 还有一个是台海 然后还有南海 再有一个是中印的边境 中印边境已经爆发了 小规模的冲突 但是说呢 因为那个地方的话 就是说对双方来说战线都很长 不可能扩大 那么就是说中方应该吃一点小亏 然后中方就低调处理 那么中印之间呢 就是中方已经很难占到便宜 那中印这个已经消失了 那么朝鲜半岛现在可能性也不大 那么就是说东海 日美同盟现在也是 对中国是很强势的 所以说应该也是不是很大 那么只剩下就是台海和南海 那么台海呢 现在中国呢表面上说我对台海 我们先做四海联动演习 但是仔细一看呢 都是在中国自己家一个后院里面 演习越演越远 基本上呢 它是对台湾的话呢 就是台湾有很强的国军 有很高的士气 而且美国呢一定会介入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马英九说叫首战即中战 这个对中国来说也是首战即中战 他去打 打不赢他共产党中间的导弹 所以说这个对他风险太大 所以台海的风险不是很大 那么爆发军事冲突的 很大的可能就是南海 那么南海呢 就是说应该是说 中国做了很多人工岛 做了很多军事设施 那么美国呢 已经很明显的指出 你这些是伪装建筑 你是违法的 所以说呢 美方会不会强拆 就是说发起个导弹 把你的军事设施 把你造的军事全部毁掉 这样的话呢 会对习近平的政权的凝聚力 造成巨大的打击 所以中国是非常害怕这个事情 那么这一次呢 发了几颗导弹呢 其实呢 我们仔细看他这个导弹的 发的位置是海南岛和这个西沙之间 就是我过去看这个 北韩的金正恩也是 他自己选定 就是他也发了 后来跟中美和川普见面之后 他也做了很多军事演习 发了很多导弹 但是导弹都是打到短距离的 就是说我不踩你的红线 我先看清你的红线在哪里 我在你的红线之内 我做一些动作 既呢 上我国内表示我还是很强硬 但是说你又不至于惹恼你 那么中国很明显 中国这次他发的导弹 也是这样 他就算好了美国的红线 认为打到这里不会得罪太大美国 所以说他在发出这个东西 我想川普作为美方 最近其实美方 比如说美方的高空侦察机到中国去 美国在做了很多的貌似军事挑衅上的动作 就是美国希望就是说有攻击南海的理由 但是美国并不想自己开 没有理由开第一枪 所以说呢 这一次中国的这个四枚导弹 其实也是因为中国国内 比如军方的压力 中国的舆论的压力 被美国欺负到头上 你不反击也不行 但是其实习近平心也是怕怕的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确实南海可能变成就是说一旦擦枪走火 一旦美国认为你越过我的红线 那么就是南海就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川普呢 对中国的制裁呢 其实呢 这个经常 我们说每天都有惊喜 比如说我们虽然观察中美对立 观察这么长时间 但是我们过去没想到 美国会突然间把休士顿的总影视馆关掉 或者是美国突然间要制裁汪洋和韩正 这些新的这些每天都得惊喜的 就是每天就说明美国对中国有无数张牌 那么最近又打出一张牌呢 是非常重要的牌 就是说24家参与建设这个南海人工岛的中企 中资企业 美国都认为要对他们进行制裁 进行制裁的话呢 就是他们这些企业在国外的 比如说金钱的流动 各方面的人员的自由进出 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 南海这个设施好像影响不大 但是你看这24家企业来说 中国在外国成建 海外成建各种建筑企业 基本上都是它一带一路的中心企业 美国把这24个企业制裁了之后 制裁了之后 就使中国建设一带一路 以后就寸步难行了 这一招基本上是把习近平的 最重要的基本国策 彻头彻尾的否定了 这个其实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打击 那么也就是说呢 美国就这一招呢 其实是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 所以说今后呢 中美呢可能说 中美的对立的话 还是说是美国 每出一招是刀刀剑骨 而中国的 它的几种反击 基本上是软弱无力 就像这次导弹打过去也一样 基本上对美国后不成为什么危险吗 所以这种完全压倒式的 美国在碾压中国的对立 还会今后持续一段时间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 美国准备了很多牌 对 你出什么我就加倍奉还 对 还敢打 我就在加倍奉还 看你就是恫吓 就是压制他 对对对 基本上是这样 哈喽各位观众 感谢您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 请记得按赞 并且订阅我们新闻大破解的频道 并且要记得 要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按下去之后呢 会定期的接收到我们最新节目的通知 那么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呢 有任何的感想或心得的话 也欢迎您在下面的留言区 留言来和我们交换意见 新闻大破解的节目呢 是定期更新 每周晚上9点半会定期更新 我们下次再见